大家好,我是周梦也没有想到 把豆腐放进油锅里 出锅瞬间就变成一道招牌菜 这个做法很多人都没有吃过 也没有见过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块嫩豆腐 也叫水豆腐 嫩豆腐表面比较光滑 它的口感也更好 先把豆腐改刀切成厚一点的片 厚度在一厘米左右就可以 然后再改刀切成长条 最后改刀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小方块 然后提前准备一碗温水 切好之后直接放到温水里面 再往里面加入一小勺盐 去除豆腥味 稍微搅动一下 放一盘浸泡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 再把豆腐直接倒入锅里面 开大火把水烧开 给豆腐焯一下水 这样豆腐在做的时候不容易碎 也不会有豆腥味 口感更好 大火烧开之后 煮一分钟左右 把表面的这些浮沫 捞出来不要 然后再把豆腐控水捞出来 再冲一下凉水 把豆腐过凉 这样可以防止豆腐粘黏在一起 口感也会更好吃 接下来准备一个盘子 倒入多一点的淀粉 再把控干水分的豆腐一块一块地放进来 让每一块豆腐都均匀地裹上一层淀粉 最后一块一块像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裹好之后装入盘中 先放一盘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 碗中加入一大勺番茄酱 再加入一小勺盐 一大勺白糖 一勺白醋 加一小勺盐 是为了更加突出甜味 口感也会更好 然后充分地搅拌均匀 先放一旁备用 这样我们的糖醋汁就调好了 然后起锅加入多一点油 开大火把油温烧至五成热 放下筷子能够迅速地起泡泡 说明油温已经够了 然后把裹好粉的豆腐 一块一块地下入锅中 豆腐要封闪着下 防止它们粘连在一起 刚下过的豆腐不要动它 先让豆腐炸两分钟 炸至豆腐定型 豆腐定型之后 再轻轻地翻动翻动 让这个豆腐瘦得更加均匀 炸至豆腐全部都飘上来之后 就可以捞出来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给它控油捞出来 豆腐捞出来之后 再把锅中的油温 再次升高 把炸好的豆腐倒入锅中 再复炸一遍 这样豆腐的口感才会外酥里嫩 炸至豆腐变得明显地膨胀 颜色微微花环 像这样再把它捞出来 放一旁备用 然后锅中留少许底油 下入调好的糖醋汁 开中小火慢慢地翻炒 把番茄酱和白醋的双味翻炒出来 熬至糖醋汁变得粘稠 表面起大泡泡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炸好的豆腐倒进来 快速地翻炒均匀 让每一块豆腐都均匀地裹上糖醋汁 这里要注意的是糖醋汁里面千万不要有勾芡 因为白糖瘦了之后会变得粘稠 翻炒均匀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出来的豆腐酸酸甜甜的 口感外酥里嫩 连挑食的孩子都非常的爱吃 舀上一口比吃肉还香 有条件的再撒点芝麻点缀 哇真的是太香了 豆腐这样做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而且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